就在昨天的双十国庆假日 有二十三名越南籍偷渡客 从中国买船 企图要偷渡进入台湾 但是船还没有靠岸 就被我国海巡队的雷达锁定了 在今天清晨全部落网 接受征讯之后将被强制遣返 清晨五点多 船上的人全挤在船头 他们都是越南籍劳工 及资赴中国买木客船 从中国广东省出港偷渡来台湾 在距离屏东车城外海 1.7海里处企图抢摊上岸 遭到横冲海巡队雷达锁定拦截 当时船舱已经进水情况危急 据了解23名越南偷渡客 年龄大约20多岁 都曾来台打工会讲中文 其中22人因打工脱逃 遭到遣返 由于台湾工作薪水高 不想透过合法仲介 因此集资1500美金买船 轮流驾船想要偷渡来台湾 23个都说会开 自己会开船 船上有配备简单螺金 作为他们导航的 一个简陋的措施 特定选定10月10号 国庆日前后偷渡 却未躲过雷达监控 海巡署表示 今年已经查获多起越南偷渡事件 而这23名越南偷渡客 经过征讯后 移送移民署进行强制遣返